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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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华老师 是 通常去找你算命的人 通常都问什么问题 其实现在找算命的 多半都是感情 事业 或者是当你人生 遇到一些重大的抉择的时候 你就会想找老师问嘛 那通常 我就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常常在身体 在还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要体检 可是在我们的人生 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 可是我们都不觉得 我们的人生需要体检 其实我觉得算命 其实有点像我们的人生体检 我常常跟我客户讲说 你可以早知道 你就早知道 要举个例子来讲 像我这个客户 李小姐她本身 她是一个上班族 然后她跟她男朋友交往 大概两年多快三年了 男朋友做业务工作 但业务不是很稳定 所以她其实 李小姐那时候很想结婚 再来这个男朋友 那个时候就跟她讲说 她想要创业 因为如果经济稳定的话 她们可能就可以结婚了 可是创业 钱从哪里来 那个男朋友就跟她讲说 我有找到一个关系 然后我可能不用拿那么多钱出来 然后我去那边上班 我去那边工作 然后我出人 可是还是要点点资金 那我前两年工作不稳定 所以可能还是需要部分的资金 那你可不可以拿一点钱出来 然后就是我出任你出钱 我们一起合作 然后我们一起去创业 那等到我们经济稳定了 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然后那个时候她来 她就很犹豫 因为她钱她也不够 如果她真的拿钱去帮这个男生的话 她可能还在去跟家里开口 但是如果不帮这个男生 她又怕说 男生觉得她不肯跟她共甘苦 然后万一以后感情生的变化怎么办 万一她是只有果怎么办 然后所以我们就批出来啦 批出来很简单 齐人当道路难行 阳尽贤祖原哀明 八树玉坤得原成 润逢西冰迎新春 所以我给你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这个齐人 我们都听过什么叫齐人之符 那齐人之符这个成语呢 出自于庄子 庄子说的齐人就有一期一切 所以我说第一点你男朋友 他应该还有别的女生 他不是只有每一个女朋友 他不是只有每一个女朋友 好意思 是不是在吃完了 你这个 我就说你要去 你要去看一下 你要去 你要去自己要去观察一下 第二点 我们大家可能知道齐人之符的由来 可是不知道这个齐人 他的职业是什么 在庄子里面呢 齐人他本身呢 是一个职业旗干 他每天呢出去乞讨 然后吃饱喝酌 再回家跟他的大老婆小老婆讲说 我今天跟郭台铭吃饭 明天跟草星成吃饭 就是每天都是大鱼大肉这样子 但其实他是一个职业乞丐 所以我说你这个男朋友 他财务上有问题 不是不只是没有钱 他一定还有负债 所以你这个钱 是拿给他投资呢 还是拿给他还债呢 我们不知道 那你可以参考 因为你不一定要照我讲的做 第三点 他不是你的证源 因为我们跳过来看 巴素育坤得原成 所谓的原成 我们常常讲说本命原成 原成我们会解释成 他是我们本命当中注定的人 坤代表是女性长辈 会有女性长辈 想要帮你介绍对象 那我觉得你应该想要 你应该尝试去接受 那现在是因为你有男朋友 可能你不会去接受任何人 帮你介绍任何对象 是 可是如果今天有这个机会 你 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说没有关系 你反正这段感情 你就看着办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 给他一个结论就是 以托待变 什么叫以托待变 因为那年是阳年 阳尽贤祖 袁埃鸣 这个园是我们在 园就是猴 那猴也就是我们农历的七月 我说今年过完农历的七月 应该你会有一个变数跟变卦 那为什么会有变卦 因为那个时候 他来找我四五月 他说他男朋友敢在 要在农历七月之前开店 我说过完农历七月 一定会有一些事情发生 那你现在拿钱出来 跟不拿钱出来 你都很为难 好 没关系 你就跟你男朋友讲 你的钱 你可能到 可能到年底 九月 十月 你的保险到期了 你钱可以拿回来了 你再来投资 你没有不答应他 但是你拖延一下 然后所以我就教他 以拖待变 就拖到那个时候再说 因为一定会有事情发生 先看看七月会发生什么事 对 他就再跑来找我 他说老师 有个女生跑来找我 现在都是这样 小三比正宫要大神 那个女生呢 是那个小三 就是他男朋友那个小三 跟他男朋友 在同一间店上班 然后他就跑来跟她讲说 我帮这个男生 小三就直接讲了 小三说 我帮这个男生啊 你看有出钱 出力 我拿多少钱给他 然后我要出力 我每天去店里上班帮忙 然后你算什么 你以为你是大老婆 这样走来走去 你以为你是老板娘吗 每天就是 可能下班过来看一下 然后假日过来帮忙 端个碗 你就以为你是老板娘 什么东西 现在都是这样 小三都是很大声的 然后他才豁然惊觉 原来他男朋友 要合伙这个对象 本来就跟他男朋友 是有一腿的 然后也因为七月 那个时候他说情人节 他男朋友陪他 然后请了假 所以那个小三 可能跟他男朋友 吵架之后 抓狂了 就抓狂了 抓狂了 就不管了 他把所有事情都掀起来 不然可能这件事情 还会再满一段时间 等到他要把钱拿出来 那其实我相当的怀疑 那男生是觉得 他要把钱拿出来再说 然后所以这件事情 当然当下就一翻两瞪眼 他们就分开了 分开之后呢 他也就接受了他 妈妈的那个同事的介绍 对 那就对他非常非常好 然后在今年的 今年的四月结婚了 为什么刚刚说 这不是他的证言 因为我们后面有一句 润逢新兵迎新春 润呢就是今年 今年这个2017年 我们有一个润六月 那这几年里面 就是今年有一个润月 然后润月逢到这个西兵 我们那个时候 其实这里我有保留 因为我觉得 不要告诉你太多 细节的事情 那个男生他姓郑 郑 郑成功的郑 他名字里面有个西 而且他一样 他在西方念书 他在西方留学回来 然后新春呢就是他新的一个 春天他新的一个因缘 就是他真正的正缘在那个地方 名字在里面 我也要来算 名字在里面了 对 他名字在里面 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说 千金难买早知道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早知道 他避开了他前面的劫财 也终于遇到 因为错的人如果不让位 对的人没有办法进来 旧的让不让位是在于 女生自己的态度 你如果愿意退出来了 我告诉你整个人 才会呈现一个 不一样的磁场跟气场 新的桃花才进得来 有些人一直陷在那边 就是说 这个男人也不是真的 那么的不好 现在放也不是 不放也不是 好啦 你就纠结在那边 你的整个人就暗暗 黑黑这样 这个桃花不会来的 正缘不会来 当初如果不是老师的铁板神 一劝了他 如果你真的把钱拿出来 投资下去给前男友 小三在出来吵 他会说 钱我也有投资 我跟他在写比你久 你看这个拉勒起来 这个拉扯起来 又吃多少人 人才两吃 真的 如果不听的话就这么惨 太棒了 这个铁板神算 来 子彤老师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恐怖的心理测验 大家测一下 最近我会在哪一方面 有好运找上我 半夜肚子饿了 想要吃宵夜又怕胖 请问你会怎么做 不是只有今天 我都吃冷冻毛豆 难怪就一直 好 我们有四个选项 肚子饿了 想吃宵夜 怎么办 四个选项给你 A的选项是 喝白开睡 B的选项是 不要想了 去睡觉 C的选项是 约朋友一起 比较没有罪恶感 D的选项是 吃点饼干 解馋 直觉来选 怎么没有泡一碗面之类的 那么罪恶的答案没有 直觉来选 这四个选项你只能选了 你要选哪一个 好 依华老师来 那我就吃点饼干好了 哎呦 还是吃了喔 对 好 方婷 吃点饼干 加珍珠奶茶 加薯薯姨 不要想了 去睡觉 我也是 我也是 我现在已经要 你少来 你根本就 真的啦 泡一碗面是我老公啦 你就是泡两碗 一人一碗 才没有 好 我也是吃饼干 好 我选白开水 虽然是违心的 但我还是要选白开水 好 每个人都选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有哪方面的好运 会找上我呢 我们的好运指数 看看是怎么样的 选择A选项呢 现场有赌鸣哥 还有观众朋友 选到这个选项 这个只喝白开水的 你的好运指数是 100分 在哪一方面有好运找上你呢 就是财运顺利 钱财入 哇 这么好 好 未来呢 最最近呢 你要注意到 你钱财规划的部分 如果有些钱财 是你觉得就要保守的直觉 就相信自己要保守 如果你觉得最近有点手痒 就是很想要投资某些事情 或是看到人家股票都有在赚钱 没关系 你就根据自己的直觉 就去做财运的规划 或者甚至于投资房地产 买一些东西来进货啦 等等都可以 这个未来一个月呢 这个未来的日子呢 你会发现自己的财运非常的顺利 所以你做什么财运上的规划 其实都可以帮助你钱财入贷 都可以投资获利 好好地把握这个好运财运找上你 好 选择B选项呢 现场有周老师还有金淳姐 选到这个选项 不要想了去睡觉 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好运指数是 90分 在哪一方面的好运呢 就是人缘桃花极佳 众人喜爱 未来呢 你会发现最近 人缘桃花非常好 不管是感情啦 或是人际关系 大家都非常喜欢你 最近你要利用这个强项 好好地去要求你身边的人 包含你要要求你的另一半 改掉坏习惯 要求你的好朋友 多为你付出一点 或者是说跟你的家人 有所要求 未来呢 最近这一段时间 你的人际关系是有求必定 因为你的好运非常好 就是人际关系上的运气非常好 所以只要你愿意讲 他们都愿意配合你 而且帮助你 所以呢 你会发现最近的桃花运啊 人缘啊都非常好 大家都非常喜欢你 所以有借钱都已经借得到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C选项 约朋友一起出去吃 然后比较没有罪恶感的 可能观众朋友 有人选到这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好运指数是60分 在哪方面有好运呢 就是贵人出现好运相逢 最近你会发现 你身边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你要好好注意这些新的朋友 好好把握他们 跟他们常常有一些出走的状况 出去应酬也好 出去交往也好 聊天也好 他们可能都在未来的事业啊 或感情上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他们都是你的贵人 记得一定要多注意现在身边 认识你的朋友 或者是最近常常跟你 有往来的朋友 他们都是你未来 非常重要的贵人 好 接下来看一下 选择D选项啊 现场有方婷 还有依华老师选到这个选项 还有Amanda老师 也选到这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 你未来的好运指数是80分 在哪一方面有好运 找上你呢 就是工作新进展 成效剖锋 未来呢 你会发现最近工作上 有一些新的转变 新的领域 或是新的挑战 请你不要畏缩 你一定要勇于 接受这样的改变 因为有些人是 我不想要改变 我想要维持现状就好 但是最近你必须在工作上 做一个挑战或是改变 或是你不曾尝试过的 你都要建议自己开创 开创新局 就会有新的局面 那你在这个方面的工作成效 是非常丰收 而且是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所以不管 不妨怎么样去尝试一下 出走一下 给大家参考 勇于尝试 今天这集好鼓励人喔 对啊 充满希望 尽量广告马上回来 好 就是深思历劫的那个 有点像是哀嚎那种 因为我觉得天啊 我对一个人的 人性太失望了 可是他讲的又 没有错 他讲的没有错 他讲的没有错